大家好,这里是木瓜电影 去盗窃女主二娃家 来证明她的水平 小猴子顺利地进入二娃家 找到了贵重的物品成功得手 很快二娃的父母发现了家里被盗 关键是这个小偷十分不专业 大钞票都还在 偷了些零钱 让人匪夷所思 尽管小猴子给好剑辛苦卖命 但好剑不珍惜她整日酗酒 还因为妻儿的离去 把气都撒到她身上 小猴子很生气 写了封信就离家出走了 离开好剑的小猴子 遇到了二娃 因为她认识二娃 所以很亲切 二娃的继父对毛发过敏 因此二娃想想宠物的事情 一直不能实现 这一次她终于有了 自己的小可爱了 另一边 好剑发现猴子溜了 很着急 满大街找她 黑社会藤木也愿意和老王合作 为了不被家人发现 原本生活不修蝙蝠的二娃 开始把屋子收拾得整洁 上学的时候 二娃把猴子寄养在店里 放学就在房里训练她 二娃的亲爸出差 二娃骗妈妈 自己要去亲爸那里住 但是小猴子过去了 不料门被锁了 接着的小猴子 从窗户里进去 帮二娃开了门 去海边玩的时候 小猴子看见了好剑 躲进了盒子里 但还是被好剑发现了 好剑抢了别人的滑板 和自行车去追 但是没有抓到她 最后回到了二娃车上 他们在海边 靠着小猴子卖艺 赚了一笔钱 但二娃不知道 小猴子其实还顺走了 观众的钱包 去超市买东西 猴子又顺走不少零食 害得二娃被当成了小偷 回到家 他才发现 小猴子偷了好多东西 于是他开始训练 他不去偷东西 另外 猴子也跟踪到了二娃 并抓到了小猴子 但是一毫人发现 小猴子不偷东西了 闷闷不乐的二娃回到家 却被父母误以为 自己是小偷 没办法的 他只好说出实情 但家人并不相信 这个荒唐的事实 此时小猴子偷出来 来到了公园附近 被二娃同学看到 同学告诉二娃后 二娃留了封信 就去找他了 但是二娃却被好剑抓了起来 最终 他家人家猴子的帮助下 找到了二娃 接着的猴子还拿到了手枪 吓得好剑不敢动弹 最后被警察抓走了 小猴子和二娃 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好了 感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